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16题 他说坐标平面上给你了4个点 A,B,C,D 然后叫你求向量内积 哇,向量内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 所以你这里一定要先把AD求出来 把BC求出来 才能求内积嘛,对不对 那内积 同学啊,内积就是X乘X加Y乘Y 对不对,这以前复习过了 对不对,而且内积丸乘出来是一个时数 内积丸是一个数,不会是一个向量 为什么 这要从内积的定义来 内积是不是A.B 是等于A的绝对值乘上B的绝对值乘上cosc 你看这都变成一个数 乘出来是数不是一个向量 内积丸是一个时数 这是观念 所以这一题你就是要把AD的向量 跟BC的向量 个别求出来 那AD向量也不会难求 对不对 AD就是用more点坐标减起点坐标 对不对 所以是AD又要-13 用-13-2-13-2 那我们就直接来 -13-2-15 对不对 那再来 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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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这样做会不会太快 我们来做一次 那我BC写慢一点 好了 BC在这边 好 来BC 用more坐标减 好 因为他是BC嘛 所以用C减B 来9减5 我就写9减5 我这次写慢一点 好了 11减7 11减7 所以BC就是多少 BC等于44 对不对 那这一题 因为没有角度嘛 所以其实不会用到这个 我们就回到最原始的这个 内积的一个定义 对不对 内积乘就是X乘X Y乘Y 这样会做吗 就是-15乘上4 加上20乘上4 这样就是内积嘛 -15 -60 加80 20 所以当然选多少 当然是选低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17题 哇 第17题 真吓死人了 怎么数字这么大 所以这一题 你看都是指数啊 对不对 指数的就是要怎么样 把它全部化成指数 会比较好做啦 哎呀那好 那只能来做啦 一直头皮来做 你不要真的去把它展开去乘除运算 保证你吐血 你不要真的去6乘6666666一直乘13次6 你这个不可能这样做 这要从指数的一个运算来去着手 能够画的就尽量化6的13次方 来来27的3次方 这个你一定要画哦 那怎么画呢27要想一下27是3的3次方对不对 那除以来2048 这个东西有一个想法你要记哦 2的10次方等于1024 这个你要稍微记一下 这是一个常常用的 所以2048刚好是1024的两倍 所以它呢铁定是2的11次方 2的11次方是2048 这个是稍微要记的 所以这个呢会变成2的11次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你就再写一次 6的13次方 然后呢除以上面两个小数字相乘 对不对 这是指数率嘛 所以3的9次方再除以2的11次方 那这个这样我这样写 你可能也是看不太懂啊 看不太懂 那怎么做 那我就写成分数给你看 写成分数给你看 好来 这个6的6也可以做啊 6可以分解 对不对 6可以分解成2乘3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这样写啊 就是2的13次方 乘上3的13次方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分解成6的13次方 那除以3的9次方 3的9次方就放分 放在分母 对不对 然后2的11次方放在分母 嗯 那这样就可以做了 这个13跟11约掉 这个9跟13可以做约掉 对不对 所以是2的几次方 13减11是2次方 3的几次方 13减9是4次方 那这个 这样就比较好做了 2的4 3的4次方 33的9 998 11 对不对 所以324 所以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d 好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18题 他说log2大概是等于0.3010 然后他a是等于1000乘上2的64 那叫你求a是几位数 哇 这种几位数 几位数就让我想到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指数对数一个重要性质 那个就是手数 还有那个尾数的 这个比较少考 但是不妨就考出来了 这个要稍微复习一下 哦 来来来 这老师上课也有讲过 如果logx等于n加α 我们就说这个n是手数 α是尾数 但是呢 他有他的定义哦 首先呢 这个手数啊 你必须要是什么 必须要是整数 必须要整数 然后这个α呢 他一个要求啊 一定是0要小于等于α 小于1 然后呢 我们这样 如果你用这种形式去表示出来啊 他这个的位数啊 位数啊 会等于n加1 n加1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又以这一题来做 就是这个整数的位数 全部的位数呢 这个数的位数啊 会等于n加1 那时候有口诀啊 你还记得老师上课有口诀 口诀是什么 口诀是什么 手加1等于位 手加1等于位 这好像什么 手加1医院 对手加1医院 是什么 是看胃病的医院 手加1等于位 那所以这一题呢 就是要往那边做了 好 那我们就接下来做了 所以这个就是loga loga等于这右手边要取log log1000乘上2的60次方 那这就是做下来 log1000 这个可以双胞胎 点体音才开 对不对 变加哦 log2的60次方 log1000是多少 log1000对 10的3次方是等于1000嘛 log1000是3 那这个60可以移到前面来 对不对 所以60乘上log2吧 再来 3加上60 题目告诉你log2等于0.3010 对不对 乘上0.3010 所以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求出来 值啊 算出来是21.06 这个60乘上这个 你自己直接去加 这个算出来 60乘上0.3010 是18.06 好 我们总算算出来啦 所以这个手数是什么 这个手数就是21嘛 来利用我们的口诀 手加1等于位 对不对 所以21加1等于22 所以答案是选什么 答案是选B 是选B 好 第19题 第19题 哇 圆啊 总算它这个二次曲线有出题啦 二次曲线就是圆抛物线 双曲线椭圆 有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圆 哇 它还写成标准式 所以从这个标准式 就可以看出它的圆形 可以判出半径 半径怎么看 半径就是看这里 16是等于什么 16就是R平方嘛 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 这个圆的半径是多少 半径是4 而且还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 可以看出圆形呢 干脆一次来写出来 原形可以是45 原来圆形是45 哇 所以这个如果做图的话 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稍微画一下好了 所以来 到时候画出来 画出来大概是像这样 它的圆形在45 然后半径是4 半径是4 对不对 所以还没有碰到这个X 你这里还有E 还有E的距离 画出来是这样 好 那我们看题目要你求什么 哦 题目要说就是看看你跟这个X轴 Y轴有没有焦点 我这边看起来是相切 你看他跟Y轴一个焦点 跟X轴没有焦点 对不对 所以答案要选几 嗯 就是C嘛 这一题 就是判断 做图 然后去选答案 判断做图 选答案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20题 他说有一个圆的半径是R 然后圆形在44 但是这个半径 你看是一个位置数 不过圆跟直线有两个焦点 这直线有给你 你看这是给你位置数 所以这个圆形虽然给你 这个圆的半径不确定可大可小 嗯 他说有有两个焦点 教你求R的可能值 哇 那这一题 那先做图好了 先做图 来 好 老师做图在这里 他说他圆形是不是在44 对不对 然后他说这个圆跟直线 直线老师也描出来了 直线S加Y的点 是最好描的 1-1-1-1 对不对 这找特殊两点 他说他有两焦点 你看哦 刚才这个圆的半径是不知道 他可以这么小 他也可以这么大 对不对 也可以再继续放大 你看 那有两焦点 他就是要大到某个程度 对不对 大到某个程度 才有可能两个焦点 是不是 所以这一题是怎么办 这一题 你就是要找出圆 我们的半径 这个R 跟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之间找一个关系 那你想想看 如果要两个焦点 这个R 是不是一定要大于点到直线的距离 D 这个D 我把它画出来给你看 D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一段距离 对不对 你这个R 如果大于D的话 是不是就会有两个焦点 所以这有点像切 D这个距离 刚好是这个切 那点跟直线的距离 你会不会啊 哎呀 这是公式 这有公式 这个直接来写 这以前有讲过 然后就是 如果直线的方程是 是A X加 BY加 C 那就是什么 A平方加 B平方开根号 分支什么 点代入 对不对 AX0加 BY0加 C 这是点到直线的距离 这个以前的口诀 老师你还记得吗 就是代入取绝对值 然后再除以根号A平方加B平方 代入取绝对值 也就是 以之点 点代入直线方程式 取绝对值 再除以根号A平方加B平方 这是那时候老师上课的口诀 所以这一题就是直接来求D 来求D 来 根号A平方加1平方先算 这个直线方程式 是不是X加Y等于0 所以就是1的平方加1的平方 然后直接代入 对不对 把这个44代入 对不对 所以是什么 4加4取绝对值 这算出来是8除以根号2 对不对 那你可以有理化分母 是不是根号2 那根号2大概是1.7多 对不对 那所以这样乘起来 是不是6.8多 是不是 好 好来哦 这是我们的D D是6.8多 是不是 结果同学一看 老师这个R要大于6.8多 可是这提供的数字都小于6.8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这样算会不精确 会不精确 所以最好方式是什么 你看哦 这是4 根号2 4根号2 4就是32开根号 对不对 你就利用这几个去 跟他比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到6 6 6是什么 6就是根号36 那根号36 有没有大于根号32 有 所以答应应该是D 答应应该是D 不信你看看哦 如果是C 根号5 不是根号25吗 根号25 有没有大于根号32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C不用选 所以这一题 你如果去检验A B C 它们都不会大于根号32 所以这一题答应是选D 所以三不转路转 你做不出来 你就换个方式去做嘛 就好了 不用这个很挫折 或大发脾气摔笔啊 思考卷 不用啊 人的EQ很重要 人要自己学着去控制三种东西 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脾气 还有行为 自己的控制 自己的行为 这样 这个社会才会比较和谐